好我们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一下 那关于salary呢我们要跟大家去补充的内容就补充完了 然后呢如果说你对salary还想有更深入的这样了解的话 在这个课件当中还有更多的这样的用法 可以作为分析了解性的内容去了解一下 然后呢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咱们再说哪个地方呢 咱们再来去说的话就是关于还回到咱们的业务逻辑里面 回到咱们业务逻辑当中的哪个部分呢 还是关于这个房屋了 关于房屋当中我们昨天已经跟大家去讲完的就是 关于保存房屋的基本信息和房屋的图片 说完这点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呢咱们的房屋模块还可以继续往下推进 那哪个地方呢 我们昨天跟大家说过了咱们来看一眼相对应的 咱们把程序开一下 我们把程序这边开起来 咱们开起来之后的话 我们昨天说过的是关于这个我的这个房源当中的 发布新房源的这样一个地方 这个说完了之后的话 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去在这个接口当中呢 去讲了对应的缓存和这个前端的模板 所以有了这两个技术点之后 我们就跟大家说过了 哪个地方呢 你的首页这个地方能够去做 还有关于详情页面也能够去做 所以呢这个两个接口的话 我们就不再带大家来去写代码了 咱们来去看一下相对应的这个逻辑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逻辑过完之后的话 咱们回过出来去写写哪个东西呢 咱们今天要把这个关于进入到搜索当中的列表页 我们需要去说完 所以咱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首先呢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两个地方之外 还有个地方就是关于我的房源里面 关于我的房源这个地方的话 能够说是他发布过的那个房子 能够把他发布的房子信息呢 能够给他列出来 所以呢还有这样的接口 那我们来看先看这个接口 这个接口当中我们就看后端 看后端 后端的话也就是说 你现在应该是进入到这个页面的时候呢 要得去访问 访问谁呢 去访问 向后端去索取 关于当前我这个用户 我所发布的房子都用哪些 所以呢咱们把对应的这个试图函数的 它的路径呢就定为 这是关于用户的房屋的这样资源了 所以就是houses 然后呢因为他是想要进行索取 请求方式就是盖请求方式 要求用户必须登陆 所以呢加装计 接下来我们就去实现这样的一个 实现这样的试图函数了 那在这个试图函数当中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你无非就是向后端拿数据 你需要用到参数 也就只有一个 你到底拿的是哪个用户的 关于的房屋信息 所以呢咱们需要用到参数呢 就是直接一个UseID 因为加装计可以直接从计定项当中拿过来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行查询了 那查询的时候呢是在哪方中进行查询呢 我们在这里面进行查询的时候呢 咱们已经把对应的这个model 我们看一下 models 我们定义这里面呢是有一个用户的模型类 除了用户模型类之外 还有一个house 还有这个house 所以那这时候可以怎么去查询呢 你就有两种方式了 你可以直接以house这张表 然后呢作为主要的查询对象 也就意味着说 可以在这个地方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通过所谓的这个house 然后呢进行query查询 查询的时候呢 可以进行一下filtrify吧 filtrify当中看一下 在house这张表里面 是不是就存过了房东是谁啊 houseID是这个人发的 那也就是说 你可以在这里面filtrify houseID等于上面拿到这个houseID 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查询呀 对吧 那除了这样的方式查询之外 也可以通过谁呀 我能不能连带的去判断一下 这个用户有没有存在呀 也是可以的吧 也就是说我可以先通过houseID 去查询一下这个对象 然后呢 接下来再通过这个对象里面的 我们之前是不是补充过 这样的一个relationship的时段呀 在houseID里面 也是不是有一个relationship的时段 就是houseID 跟它相关的房屋对象都有哪些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直接通过houseID里面的houseID 书境把它拿过来 如果这样去查的时候呢 我实际上是不是还可以直接判断了一下 这个houseID是否存在的 对吧 咱们也可以这样去想做 也就是说两种查询方法呢 每一种都可以 然后呢 查询出来之后 就拿到了houseID的这样的一个房屋资源了 有了资源之后的话 我们知道了它是一个对应的列表 而且呢 它是列表里面的对象 我们要向前段返回的时候呢 还得把它转换成字典的方式 再向前段返回 所以这时候呢 咱们还是采用之前的方式 我们把每个对象转换成字典的那个方法呢 给你放到了models里面 进行一下封装 咱们在model当中 专门来去 在housemodel里面呢 专门去提供一个 把它的对象转换成字典的 但是呢 我们会发现这个houses里面 是共有这么多的字典啊 不一定在返回的时候 所有字典都返回吧 所以呢 咱们就看了 我现在呢 对于这个地方 对于前端 我的房源这里面呢 所需要用到的信息 这是相对应的 要用到一些基本信息 房屋的ID呀 标题呀 价格呀 图片呀 这个东西呢 等等 这样基本信息 只要是基本信息的话 那好了 咱们就可以先给它 构造出来一个basic的 这样的一个字典 比如说 基本信息都用哪些的话 我可以给你转换成基本信息的 所以呢 咱们在这里面 去进行一下转换 把房屋的ID呀 标题呀 价格呀 区域呀 等等都放到这儿 然后呢 在这里面进行处理的时候呢 对于图片的链接地址的话 我们还是采用之前的方式 我得去判断一下 当前的这个房屋对象里面的 index 主要的这张图片里面 有没有 如果这个图片是存在的话 我把对应的气流的前缀 给你拼接上 如果没有 我给你返回空 zoop章 这是关于这样的点 然后还有相对应的创建时间 因为创建时间也是我之前所说过的 补充进来的是这样的一个 data time类型 所以呢 我们得把它转换成zoop章 再返回到前端 所以呢 咱们在今天处理的时候呢 把crete time的游戏呢 给你通过stream from time的方式 把时间转换成zoop章 再往回法 这是关于概念 所以呢 有了这个方法回忆回来 咱们就可以直接通过这方法呢 进行调用 然后呢 再塞到一个列表 返回到前端 这是关于这样的接口 好 咱们把后端接口都收完之后呢 再来去说一下前端 我们再来看一下前端相对应的 另外的接口 咱们说哪个东西呢 说这个主页这部分 说主页这部分的话 咱们来去看一眼 那在去主页的时候呢 还是你要向接打的时候呢 去向后端发请求 来获取主页的 这样这个房屋的信息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样的路径 给你定为 Horses Index 房屋的主页的资源 然后呢 请的方式 get 因为既然是主页的话 你可以登陆成员访问 不登陆也可以访问 所以呢 不加装饰器 接下来我们就往下去走 那按照正常的逻辑的话 咱们就应该是进行的是 数据库的查询操作了 我从房屋的这个列表当中呢 进行查询 但是查询的时候 我们说了主页这里面 不必要把所有东西都查询出来 咱们在里面做的呢 就是你把最热门的那个东西 给我查出来就行了 最热门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下单量最多的了 所以咱们在这个房屋的 这个models里面 已经存过一个 关于他所推的那个订单量嘛 这是我们说的 为了查询方便 你家的那样算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我在这里面进行查询的时候呢 可以order by 根据他的那个订单量 我进行倒序排序 大的订单量在上 小的订单量在下 进行倒序 倒序完成之后的话 我再用limit的关键字 举出来前几条是不是可以了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的 那前几条的话 这也是一个参数 所以呢 咱们也是给他定义到了 这样的consens 长量当中来 我们在长量当中呢 给你去定了一下 关于主页图片到底去写是几个 比如说我们就选择的是五个 所以在这里面直接去利用 那个limit这样的关键字去使用 然后呢 如果出现一场 不会一场 接下来再往下去走 然后呢 如果说这里面没有数据 那我就可以给你去返回一个 没有数据 紧接下来 如果有数据 我们就可以去便利了 在便利的时候呢 上面的这种方法 取出来的时候呢 仍然也是对应的 那样的一个列表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把数据呢 那个列表的数据给你取出来 而且是对象的方式 再来去转换一下 在转换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 在主页当中 也是利用的是基本信息 所以呢 咱们直接把那个对象 也是调用 调用一下 刚装我们封装过的 to basic 转换基本信息的 这样的对方法 直接给你塞到里面去 然后呢 只不过说 在这里面呢 我们要去做一个细节 什么样的细节呢 有可能说 你最终查出出来 那个房屋的那个图片 还没有进行过设置 如果没有图片的话 你在前段这里面 进行展示的时候呢 不太合理 因为在前端主页当中呢 就是以图片为主的 所以我们在进行处理 拿到的一个列表对象的时候呢 我来去判断 如果房屋对象当中 那个主要的图片 没有设置过 那我直接使用肯定的观念字 直接跳过这次循环 进入下次循环吧 这肯定的观念字是 还有印象吧 好 接下来我们就关于这样点 那这个东西说完了之后 咱们就可以往下走了 但是往下走的时候呢 又要去想到一点什么问题呢 我们说过了 你的这样的一个主页的 这样的一个资源来说 是大量的被访问的 大量的被访问的时候呢 通常情况下 所对应的那个资源 又不会变化的太快 所以呢 我们也应该给它去引入缓存 那引入缓存的时候呢 咱们来看一下 也就相当于是说 当我在这里面 一旦查询出来结果的时候呢 我要给它存到ReadySlow 咱们再存到ReadySlow的时候呢 咱们还是可以去采用 因为这个主页资源 也就只有一条 所以呢 咱们就以之前的这样方式呢 给你转换成Zone的方式 直接C到ReadySlow来进行保存 只不过是说 我们在保存的时候呢 可以像我们之前 跟大家去讲的 乘区那种方式 把整个的返回值 AreaNumber AreaMessage 以及Data 一起给你转换一下 保存起来 除了那种方式之外呢 你也可以怎么去保存呢 我如果说我不想包含 AreaNumber AreaMessage 我仅仅想包含一下 刚刚我查询出来的 房屋的数据 这样的列表信息的话 能不能行呢 也是可以的 那你就直接把这个列表信息 交给Jason.dams方法 让他给我们去转换一下 就可以了 所以呢 这时候呢 大家要注意 我们也跟大家去说过了 Jason这个字符串里面呢 它是支持列表类型的 也就是说 拿到一个Jason的字符串 这样的一个Jason字符串 它里面呢 不一定非得完全都是大括号 里面如果是列表的话 Jason字符串也是支持的 代表里面是有多个元素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在去使用Jason.dams方法的时候呢 除了我们之前一直使用的传入字典之外 你直接把列表传入进去 它也是可以的 它也可以把这个列表给你转换成对应的Jason的字符串 所以就是我们所说的 它转换成的Jason.dams方法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方括号 然后呢 里面是对应的一个一个的那样的一个字典了 是这样的东西了 所以这是关于这些东西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地方呢 转换完了之后 直接塞到REG层层层保存下来 那还要记住 只要设定要缓存 一定要给它设置有效期 好了 我们把有效期给它设置 设置完成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向前端返回了 那这时候呢 向前端返回的时候呢 又有问题了 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已经发现了 你上面在进行构造的时候呢 往REG层层当中缓存的时候呢 缓存的仅仅是房屋查取出来 那个列表的那个数据吧 对吧 然后呢 那我在这里面进行返回的时候呢 咱们可以怎么去返回呢 可不可以直接使用这样的Jasonify 然后呢 直接里面包含 Azure Number等于什么东西 然后在Azure Message 再等于什么东西 然后呢 在Data等于 等于的话 我这里面如果直接去传入这个Jason Houses 这里面能行吗 不行吧 你要去注意 最终Jasonify呢 会把这个Azure Number Azure Message 跟Data当作原始数据 也就是当作Python里面的 这样的字符传 或者是列表 或者说是字典来进行对待 然后呢 把它给你整换成Jason数据 然后呢 也就因为说 这个Data 如果你使用Jasonify的话 那使用的就得是最原始的 我们刚刚查询出来的 这样一个列表 你把它放过来 这是可以的 所以可以通过这样方式 但是你看一下 通过这样方式的话 原本后面Data正要的这一部分来说 是不是已经之前被我使用Jason Dump 已经转换成Jason自负传了 对吧 现在是只差Azure Number 跟Message了吧 所以你通过这样方式可以 但是呢 会影响效率的问题 我们说了 你在转换Jason自负传的时候呢 这个Jason Dump方法 或者Jasonify呢 都是很耗时的 所以呢 你如果已经进行过转换一个了 那接下来你再进行操作的时候呢 可以不这样直接操作了 怎么去操作呢 那我完全说了 你最终形成的结果 这句话 这个Jasonify形成的结果 无非也就是变成了一个自负传吧 变成那个自负传当中 包含的就是这样的一个 Azure Number 然后呢 它的值是多少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0的数据值 然后呢 还包含那个Azure Message 它的值是多少呢 是这样的 OK 然后呢 再来往下走的话 包含的是Data Data当中 对应的是我们之前 刚才所说的那样的一个列表 也就是意味着说 你如果使用Jasonify 无非形成的 也是这样子不算 那我现在 后面Data这部分 已经转换的自负传了 那我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可以用 自负传拼接的方式 直接把刚才转换好的 这样的一个自负传 直接给你企划到 这位置满排啊 可以吧 我就想到于 在这个地方呢 不再通过上面的方法了 我这样的方法给你去掉 我自己直接把这个地方呢 给你使用 自负传拼接的方式 因为这一部分 我已经转换好了 所以你就可以 直接把这个地方 给你拿过来 拼接进去 是不是可以啊 你要注意 自负传这种格式化的速度 一定会比刚才 我们所说的那样的 一个Jasonify 一定比这样的方法 转换的时候呢 要快的多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看一下 我们在去使用的时候呢 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 不再自己通过 Jasonify方法了 而是说 我直接把这个 Jason自负传的一个格式 先给你放到这儿 然后呢 把转换好的这一部分数据 直接给你塞到里面 替换进去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速度 会更快一点 我们就采用这样方式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那你如果采用这种方式的话 没有 这个是相当于你自己 形成的接测数据 没有人在帮你去操作了 既然没有人帮你去操作 没有人给你 进行这个坚持ify 那相对应的 continue type 是不是就没有人给你设置了 所以我们还要有意识的 在后面 要去把这个 状态码 以及响应 可能太缓 要自己来去设置一下 才可以 所以这是关键点 那我们把后面的这个 后面的这个 缓存处理完之后 回过回来 相对应的 你在去查询数据库之前 是不是也得把 前面段落地给捧上呀 应该是一上来 先得从缓存当中进去 获取吧 所以我缓存的时候呢 存的这个名字叫做 home 主页的数据 那我取的时候呢 也就应该是 相当于从主页数据当中 进行尝试获取 如果这里面出现 异常的情况下 我记录一下日志信息 然后呢 我怎么操作呢 我记录一下日志信息 我底下在判断的时候 到底用不用缓存数据 还是用查询数据库的话 我用到了一个RIT 也就是说 用到了一个查询 结果的这样的 返回值对象了 我依赖于他 所以依赖于他的话 这里面就会出现问题 如果这个地方 在获取数据的时候呢 出现了异常 出现了异常的话 你要知道 很有可能在这句话 执行的时候呢 他先执行的后半句 执行数据库操作的时候呢 就出现了异常 所以也就是说 RIT这个变量还没有呢 没有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 执行异常的时候呢 在这里面打印下日志 打印下日志 接下来你就直接判断RIT 如果RIT存在 我就代表是有缓存的 直接使用 如果不存在 那我直接往下去走 它会抛出一个异常 抛出什么异常呢 就是说RIT这个变量 你还没有定义过 你就直接去使用了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面呢 TryExcept 如果不去使用 ELS关键字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 去加上一个这样东西 如果出现异常 我也保证 RIT这个变量 永远是已经被我定义过 接下来 我就可以直接去 使用RIT变量 不会让它再给我 抛出那个 未定义的错误了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的 那你如果不去 使用它的话 你在这个地方 就像我们之前 去使用的ELS关键字 在这样的方式去保证 然后呢 把底下代码都放到ELS里面 也是没有问题的 也就相当于 我现在不去使用ELS的时候呢 我在这里面 省得缩近了 就直接给你在这里面 自己去玩 RIT给你出事化一下 所以就关于这样一样的 也就相当于 如果操作Redis数据库 出现异常 好了 那我有意识地 把RIT给你设置为难 如果没出现异常的话 在这里面去取出数据的时候呢 RIT也有可能出于为难 原理代表 如果没数据 就是为难 如果有 它就不为难 所以我们直接通过RIT来判断了 如果有数据 那就代表 有缓存 那我直接去 直接使用了 那缓存的时候呢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咱们存的 就仅仅是后边的 这个data的部分 给它转换成的 所以我在取出来的时候呢 也仅仅是data的部分 所以呢 在这里面 再去使用的时候呢 也是要把它拿出来 跟这个json图传的拼接一下 形成完整结构 再往前返 如果没有的话 再进入到数据库当中 来进行查询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一点操作 所以实际上来说 整体流程 还是跟我们之前所说过的 获取层虚信息 是不一模一样的 对吧 还是拿这个缓存数据 然后呢 查询数据 再去保存缓存 都是常诚的道理 那再来往下走的话 还有就是关于 房屋的详细信息了 那关于房屋的详细信息的 后端呢 也是类似的 咱们来去看一眼 我们来去看一眼 相对应的这个房屋的详细信息的数据 那在这个房屋的详细信息数据当中呢 咱们怎么来去看呢 也就相当于是说 当你进入到这个页面的时候 你得向我后端发起一个请求 询问一下这个乡屋的详细信息 那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就要订出来这样的那个接口 对应的是horses 获取房屋的资源 到底是哪个房屋的详细信息 你得把编号传给我吧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们符合了 restful风格的话 就要把那个编号 给你放到horses的后面来了 放到这个路径当中 来进行提取参数 这是restful风格的 所以呢 对应的请求方式 盖子请求方式 但是这个对应的参数的话 咱们不要去使用flux 你转换系了吧 所以你看一下 我们获取的就是关于房屋的ID 咱们房屋的ID呢 又直接去存放的是整形 所以就意味着说 我们带你们直接使用 他默认的RIT 这个转换系里面整形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参数是必须要传的 所以咱们直接放到这儿 接下来呢 我就可以进行操作了 这里面一提取参数 实施怀数里面也就要去接收 接收过来之后 咱们就可以往下做了 咱们往下去走的时候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在这个页面当中 正常来说 就只要去查询房屋的数据就可以了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只要有了这样的一个 house ID就可以 但是实际上 在这个页面当中 还有一个厌务需求 我们之前跟大家去提到过 哪个需求呢 如果你访问这个详情页面的 这个当前的人已经登陆过 登陆过之后 如果又是本身发布房子的房东 就是他自己在查看的话 底下是不是不能去显示那个按钮啊 对吧 但是你说前端他怎么知道 房的人是不是房东自己啊 他是不知道的吧 所以只能说我们在后端查询数据的时候呢 连带的把房东的身份 以及当前访问的人 星期一起发挥给你 所以你现在来看一下 在这个接口当中 虽然不需要加入登陆装上器 但是呢 我们还是想要尝试来获取一下 当前访问这个用户 访问这个师徒的那个用户 进行请求的那个用户 到底是谁 这个人就代表访问的人了 所以咱们怎么办呢 因为没有加装上器 我就不能通过这些项目来获取了 所以只能还是采用最原始的方式 我从Session当中尝试来获取一下Use ID 如果用户已经登陆过 那师傅肯定会把登陆的用户的ID给我啊 如果用户没登陆过 那我拿的数据就是空 既然是空的话 我为了让前端处理方便 好了 我给你复制一个没有意义的字 然后呢 接下来这个Use ID 就会随着我返回的数据 一起返回给前端 这就代表访问的人 然后呢 那我接下来再来去做的时候呢 我在查询房屋数据的时候呢 房屋这里面是有相对应的Use ID的 房屋里面的Use ID代表的是房东 所以我连这个房屋的这个返回信义的时候呢 连这个Use ID 房屋里面房东一起返回 一起返回的时候呢 现在在House里面还有一个Use ID 这时候呢 访问人员跟房东都有了 所以呢 接下来的关 我就不管了 你前面的人员自己判断 你去判断一下 访问的这个人的Use ID 跟House对象里面的房东的ID 是不是一个 如果是一个 你自己不出一个展示 如果不是一个的话 你再给展示 所以就通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要把这个房东的ID给付上 这是关键点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去看一下 那还是相同的道理 我们再去做的时候呢 这个详情页面的数据 也不经常变化 而且呢 也是被大量缓问 所以呢 也是相同道路 相同的套路 我们在这里面要去查 还是呢 先一上来 先从这个Redis当中 来去获取下缓存数据 获取的时候呢 还是采用我们之前 刚才 咱们要自己定义的那个名字 接下来 我们再去存数据的时候呢 咱们存的也是刚才 跟主页是一样的 我们仅仅把房屋 详情的部分给存进去了 所以我如果一旦有 拿出来的这样数据呢 我还得要给它拼接成一个 完整的形式 再把从Redis当中 拿起出来的那一部分 房屋的详细数据信息呢 给你拼接到这里面来 形成一个完整的返回值 往前返 如果从Redis当中 没有拿到数据值的话 那好了 我们得去查询数据库 查询数据库的时候呢 通过房屋的对象 然后呢 你使用ID的方式查 查询出来 拿到了房屋的数据 拿到房屋的数据之后的话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 完整的这样的对象呢 前单需要用到什么数据 我们就给你转换成一个字典 再往前端返 往前端返之后的话 然后呢 转换成这个字典之后呢 我们再去给你转换成 阶层增串 保存到缓存当中 然后呢 最终再往前端返 这是关于点 那问题就是说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一些细节 什么样的细节呢 就是关于我在把这个对象 给你转换成字典数据的时候 我们得要去封装一个方法 什么样的方法呢 你可以直接把 转换成那个字典数据的方式呢 直接写到这段代码来中 原因就在于 这个地方在转换的时候呢 所存的数据实在是太多了 你去看一下 都要操作到哪些东西呢 要操作到房屋的图片吧 这是一点 还要操作谁呢 还要操作房东的 这个基本信息 接下来这几个信息 这个机址啊 房屋的数量呀 基本信息都是固定的 但是呢 配套设施 又是我需要查询的 再往下走 是不是还有订单的评价信息啊 所以我为了形成这样 完整的数据的话 那那个代码是比较多的 你可以像我这样 给你放到对象当中来 提供一个 不完全的定义的方法 也可以把这段代码 直接放到这个里面来 都可以的 那咱们现在看一下 我在去执行转换的时候呢 那么多数据都要进行查到哪些查询呢 首先来看一下 关于在房子对象当中所列出来的 能够直接做到数据呢 咱们通通的就直接放过来 房东的ID 房东 房东的姓名 房东的姓名 怎么去查询呢 因为我们之前在给在这 house 以及跟user之间关联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给user这里面 补充了一个house relation 这样子字段呀 然后呢 又添加了bite 反应用吧 所以反应用的话 是不是就相当于给这个house 这个类 添加了一个属性user啊 你可以直接通过user 能够拿到用户的 房东的 具体的对象了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在house当中呢 直接就能够操作里面的user 这个属性拿到的 就是那个房东的对象了 表内母就能把他的名字拿过来 然后呢 还有用户房东的那个头像了 所以呢 也是user里面的after ur 通过这样方式呢 把房东的那个头像也拿过来 再有相对应的标题呀 价格呀 地址呀 房屋的数量呢 通通的都是本这个house 这个对象里面所去释放的数据 然后这个地方释放数据的话 你先来再一个来看 他这里面呢 需要用到房屋的图片 好了 房屋的图片 我们先查询在哪呢 我们已经知道了 咱们给这个房屋这里面出 跟这个图片的那张表 又添加用relations不断呀 所以可以直接通过image这样方法呢 来往外进行查询 往外查询的时候呢 我们之所以没有放到这里面来 原因就在于 存放到这个houseinfor这张表里面的UIL呢 还是仅仅只有那个文件名 我们得便利处理一下 然后呢 给它去补充上对应的这个清流的前缀 才可以 所以我们证定过这样处理之后呢 再把处理的结果给你放到这个字典当中来 再往下走的话 还有房屋的设施了 那房屋的这个设施呢 还是也是相对应的 我们在这个表里面呢 给你补充上了一个叫做facility的这样一个关联算 所以查询出来的是那个具体的对象 那只不过我们在前端返回的时候呢 咱们在这里面要返回的仅仅就是那个设施的ID就可以了 所以呢 咱们在这里面也是经过了一个判断 然后呢 直接把这个saf的那个facility的对象便利一下 然后呢 我只把这个ID取回来 放到这个列表当中 再给评论信息 这是关键点 再有就是评论信息了 评论信息又要进行了一次数据库的查询操作 因为关于这个评论信息的话 并没有在这个房屋的列表里面 而是说在他所对应的订单当中了 所以呢 咱们在这里面进行查询的时候呢 我们并没有直接通过house里面的ouders 来去获取相关联的这样的订单 原因就在于 关于这个房子的有些订单的话 可能还没有完成 还没有评论数据 如果你直接通过house.ouders拿出来的话 这是与他相关联的所有订单 所以呢 这里面就可能有一些没有订单数据 那我们就直接不通过它了 而是自己手动去订单当中去查询一下 通过order.quare的方式去查询 查询的时候呢 我通过当前的房屋的ID是谁 查询有关的这样的订单数据 然后呢 我们可以去详细的补充 只有是订单完成的状态 并且评价数据不为空的时候呢 我查询出来的这些订单的意义才有意义 我才能获取里面的订单数据 只过查询出来的时候呢 我还给你进行一下排序了 排序的话 按照订单的更新顺序给你排序了 然后呢 我也不是把它所有的订单都查出来 而是说 我只给你去展示多少条评论信息 所以呢 咱们就在这里面也加了一个长量 比如说 我就给你展示30条的这样的数据 我只过滤30条 查询出来的 这里面订单有了 订单有了之后呢 我再把这个订单的对象去过滤一下 因为在这个页面当中呢 在展示的时候呢 只要展示订单的评论内容 订单的评论时间 以及订单的评论人 也就是说 下单的那个人是谁就可以了 所以在这里面去处理一下 订单的评论信息 然后呢 订单的那个用户的人的名字 也就是评论人 然后呢 还有关于订单的这样的一个评价时间 也就是它的更新时间了 只不过是说 在这里面处理这个 订单的评论人的时候呢 又做了一些小细节 什么样小细节呢 我不想去暴露用户的手机号 所以判断一下 如果订单 比如说order 下单人的 这里面的那个user对象 如果那个user对象的名字呢 是不是他的手机号 代表他设置过的进入户名 所以呢 直接展示用户名 如果这个订单人的这个名字呢 正好是他的手机号的话 那我就给你显示一下 一名用户 就不再给你展示他的手机号了 所以就做了这样一点信息 然后呢 把这个信息 也给你补入到列表当中来 再向情练反归 所以呢 就相当于我是通过这样方式把这个页面所用到的所有数据 全给你补入完整的 然后再向情练反归